各位朋友,今期的星雲我不會就著新月圖去做一個總統的星盤分析 因為我覺得這段日子更需要注意更大的危機 在我5月17日凌晨4點35分,其實我已經出post 廣告了 什麼詳情呢?我在這些post 的文字欄 文字欄我會貼一些連結出來,方便你們去重溫 講到我的post 的文字內容 其實大家要知道,我很多的post 是圖文星並謀的 有時候有相片,有時候有片 但大家不要忽略文字,始終文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媒介 可能到現在的電腦世代,大家都是習慣了很視覺的人 或者是經常去聽聲音,但不要忽略文字的重要性 因為最近竟然有客人跟我說 他不知道我在做一個campaign 去振興王政經濟圈,去幫其他的王店 有一個優惠的campaign,他說他不知道 但我說,其實我在我每一個post 差不多每一個post 的文字裏面 都會說這些 他說我不看文字的,幫他幫不到 所以同樣在這個post 的文字裏面 我也是解釋了 因為真的很感謝大家的信任支持 我算命的客人已經排到王國了 為什麼我要強調算命呢? 因為塔羅是占卜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塔羅占卜 我是從來不會拖人的 我也是即日搞定 就算你說你太晚的話 我就第二早起床去搞定 但是算命那些是要排很久的 然後因為太多的責任 我就做出一個很沉重的決定 就是要取消未來這期15滿月的星雲 但是其實這樣說 我現在說就說是取消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在這兩個星期左右 我是可以搞定我算命的那些客人 我寧願到時有空限 就去出回15的星雲 到時這個會是一個優惠 明白嗎? 我寧願是有一個先益後揚的一個狀態 令到大家的情緒 不會說給大家一個希望 但是最後就失望 明白嗎? 我寧願讓你們先失望 如果到時真的做到 就有一個很開心的結局 對不對? 但是我又這樣想 因為我今年都在這個星雲 很多的模式和制度都變來變去 所以我又不想說 今期又好像無緣無故剷走15滿月的星雲 是太多的變動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麻煩 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個事實 因為這個世界上 知否世事順便 變幻原始永恆 所以 其實很多的這些變化是一個進步 是一個改善 而不要覺得我經常在這裡 五時花六時變 所以我這樣說 我又不要完全一刀切 切走 所以我會把星雲的星雲 但是 根據這一期初一的星雲 最高Like數的三個星座 綜合所有平台 即是包括IG 綜合所有平台 最高Like數的三個星座 我下期十五滿月的星雲 我死都死出來 無論我多忙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的承諾 如果說到Like數 Facebook的朋友 記住 要給紅色深 不要給藍色手指 第一 然後第二 就是我想說 什麼呢 我想說 對了 但是absolutely speaking 都要過了20個Like 因為我當你們每一個都是 給一個Like 兩個Like 難道我只做給最高的那些 頭三位 他們只有兩個Like 明白嗎 那個受眾都沒有 只有小貓三四隻 就是做泥浪氣 都是浪費自己時間 好了 好了 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說了 不會就著這個新月圖去做分析 但是 不說 還須說 因為畢竟我已經是 搞了這幅圖回來 OK 但是我講得很快 OK 最重要就是這些藍色的線 三分線 就是和日月相合 即這個新月 形成了一些 很緊密的三分 尤其是在水平座 這個逆行的土星 這個廟位的土星 然後 大家看看下面 這條IC 這條IC族 同時是合金水 是合得正一正 OK 以及今生是逆行的 即是發生什麼事 在這個農曆論 四月 會有很多 爭遺產 分身家 離婚 兄弟姐妹 要決裂 一些家族的鬥爭 這些動勢 希望大家可以 生活愉快 但是最緊要 都是 要看文字內容 那個連結 在我五月十七日凌晨 四點三十五分 出的那個帖 是有一個非常之高的危險性 希望大家會平安大吉 天蠍座的朋友 來到農曆的潤四月 伴隨著這個 在雙子座的新月 which 對你們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雙子座 對你們來說 其實是形成了一個 我們叫一個 二百一十度的上位 叫一個 梅花的上位 即是你們會彼此忽視了 那個存在 即是你們會忽視了一種能量 忽視了什麼的能量 但是其實 如果是對應上期我們講過的 那個運輯 其實是好事來的 是的 我想說 上期 我說你們天蠍 走進一個 承摩之路 是不是 那麼 很快已經是有三個客人 他跟我說 哇真的很準 有兩個是文字的 我也是 post了出來 然後有一個是錄音的 然後呢 第四個 是一個我在我日常生活會見到的朋友 他也跟我說 哇Thomas是真的很準 那麼 承摩之路 因為他在某一些地方 即是令到他失望 幸好那個人不是我 不是我令到他失望 所以呢 你們會開始去忽視了 一些什麼呢 一些很明顯就是令你們失望的人 所以我就說 其實這種的忽視 對你們是好的 各位天蠍的朋友 無論你是上星還是太陽的天蠍 是的 因為呢 當我們占星學 我們講到一個210度的上位 是的 那 是的 講一些無視它的存在 其實通常我們是會講 你看不到身邊的這些資源 是的 你不懂得去用它 是的 真的好像 我們經常都說 這麼大個城王廟 你都不去求之好簽 是的 但是 對於天蠍座 其實呢 你們是開始 在這個農曆潤四月 會開始去忽視一些 令到你們不開心的人 所以呢 會通常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是的 還有自己呢 開始會有一些比較creative的project 好了 那我跟你們各位天蠍的朋友說一下 究竟這個農曆潤四月 你們去做些什麼其實是會幾好的呢 首先 去做一些呢 學習的東西 是的 尤其是如果是真的 不是說純粹自己去學習 而是一些publish 是的 有一些mentorship的東西 是的 就是可能一些一對一要去教你東西 是的 你找些東西去學 你找一些貴人去 一些很好的老師去教你 令到你去學一些東西 是的 那這樣東西是會非常之對你們有利的 是的 這個學習記住 不是說你自己self-taught 不是說你去圖書館自己看書 是的 最好是真的有個導師 我們經常說mentor mentor publish 就是講這些 是真的有個人去帶領你 其實你學很多的一些知識性 學術性的東西 是會有幫助的 是的 那第二個呢 是講一些宗教靈修的課題 是的 宗教靈修我們經常都說 那你都 就是要有人到你去入門 是不是 是的 你都有一個緣分 那你入了門之後 那你就自己走 是不是 所以課很多的初歌 是的 天竭的初歌 無論是上星或者太陽天竭 是的 如果你們是對一些 宗教靈修這些超自然的智慧的東西 是有興趣的話 那我勸你們 接下來這個農曆 潤石月去找一個師傅 是的 或者就算不一定要去到師傅 但是去找一下有沒有一些同修 一些朋友仔 他們是接觸開這些東西的 然後你問一下 喂 可不可以帶我去啊 我也想去試一下參加一下這些儀式 這些聚會 是的 不過 現在的限聚令又沒有過 你們自己想一下 OK 是的 有人去到你們入門 是的 不是到你們升仙 是的 但是到你們入門 然後你們一路走這條路呢 其實是會非常之好的 是的 那麼 是的 一些 在你們生命裡面 會令到你們負能量增強的人 那你們可以忽略他們 是的 然後你找這些貴人去帶你們入門 無論是增長一些知識 是的 或者是去開發你們的那個 Higher Mind 這些智慧 那麼其實來緊農曆四月 做這些事情就會是 百利而無一害 以及是會一般風順的 那麼就在這裡 祝你們 來緊是開開心心 如意吉祥 等等 是